美国唯恐天下不乱 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大搅浑水 编造出所谓国际水域的荒唐言论 这即暴露出其霸权强权的真实面目 也高估了自己睁眼说瞎话的水平 最近美国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 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挑衅声势 先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倒打一耙 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声称台湾海峡风险尤其凸显 还颠倒黑白将美军自身的军事动作 描述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紧接着美国媒体又开始声边硬造 把台湾海峡说成是国际水域 这些歪曲抹黑谎话连篇的言论 充分暴露出美国蓄意挑拨是非 制造借口操弄台湾问题的险恶用心 美国在明面上口口声声说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但是注意了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从自身承诺上不断倒退的是美国 放宽美台所谓官方交往约束 提升对台售规模和性能的是美国 驻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甚至跳到台前驻台故邦的 还是美国 不仅如此 军舰平均每月穿越台湾海峡一次的 也是美国 美国所说与所为 可以说完全背道而驰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别处 正是来自台独势力顽固推行分裂活动和美国等外部势力明里暗里的怂恿支持 美国的某些官员十分擅长给他人扣帽子贴标签 但这顶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帽子恐怕只能扣在自己头上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既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 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的海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 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提连区和专属经济区 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 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美国唯恐天下不乱 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大搅浑水 编造出所谓国际水域的荒唐言论 既暴露出其霸权强权的真实面目 也高估了自己睁眼说瞎话的水平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中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任何阻挠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行为 都必将彻底失败 无论美国如何编造谎言 玩弄话术都无法蒙蔽世界的眼睛 更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这个事实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中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